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逆价差0.8点 好 今天的盘氏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城国际投顾的分析师 为国庆 国庆哥午安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国庆哥老话一句 又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今天盘氏你怎么看 天天也是震荡的格局 对 每天都震荡 每天都震荡 但是我跟各位讲真的 震荡盘你要这样想 震荡盘每一天 对不对 抓住高地点之后 一天不要多个 二三十点 二三十点 各位啊 一个月累积下去 都是一个大波段 好了 那先说今天吧 问题是今天开盘 今天很多人会做挫币 会去做多 各位 因为昨天收了盘以后 你看 哇 外资 对不对 突然之间期货买超了 七千多口 现货买超了66亿 那是昨天 那外资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期货一天 跟你买超什么 三五千口以上 昨天一下子就七千多 对不对 而且现货买超了66亿 所以各位啊 其实到了昨天 你看 哇 外资开始期货现货 开始好像做多的力道 变得很猛 对不对 那再加上昨天晚上 其实你讲 欧美股市其实表现得也还不错 都还在涨 所以今天开盘以后的话 很多人会去做多 问题是今天开盘 你去做多 哇 怎么跌下去 做多又赔到钱 对不对 我问各位讲 今天这个盘呢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去做多的话 这里 今天可能在开盘 跳空上去 你可能不敢追了 因为已经又跳空上去了 对不对 但重点是各位 今天很多的人 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你会开始想去抢多单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跳空上去以后 对不对 哇 拉回来以后 哎呦 在这个地方 盘来盘去盘了 快半个钟头 哎 怎么晃怎么晃 对不对 好像都没有破前面 这个低点了 而且这个地方 开始给你往上拉 所以各位 在这一段里面 很多人今天 你会在这里 跑去做多单 但问题是 就算你在9280附近 927几 你去做多单的话 哎呦 后面对不对 不不不一路跟你上 撒破9250呢 那各位 这边做多单 你下去了 今天这盘 其实幅度并不算大 但是今天这盘 你在这里 跑去做个多单 到这里 你一口赔掉五六千点 那也是很快 对不对 觉得很凹啊 奇怪的 昨天外资不是 一天起火买套了 七千多口 做多 起火买套六十几 看样子好像准备要做多了 怎么今天杀回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各位我讲的各位 为什么 尤其今天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你看这个盘 好像要上去了 奇怪了 为什么谈一下 马上就急杀 之后跟你杀一波 一直再跟你杀一波下去 为什么这个地方 九二八几这个地方 为什么就上不去了 好 各位 来 如果今天 你在 你在九二七零 九二八零口 去做多单的话 我说各位 还是一句话 你每天 你想赚钱 可是你少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为国际的预判指标 为什么今天那个盘 在那个地方 明明盘盘盘 好像跌不下去了 还给你拉一下 可是为什么后面就给你杀 因为很简单 打不来 我们先看右边上面 各位 问题在于昨天 还是一样 各位 如果昨天 你下有打电话 进来问今天关键点位的话 其实有点很清楚 各位 昨天下午在节目上 我不是跟你预告了吗 我说各位 对不对 那个整个的压力线 各位你还记得不记得 这个九二八一 这个点其实你有印象 因为昨天 有没有 这条压力线 从前天到昨天 都一直停在 九二八一这个位置 所以你记不记得 为什么昨天最高点 对不对 九二八五 对吧 所以各位 这条九二八一 我是昨天在节目上 给你看到的东西 好 问题是关键来了 今天这个盘 开盘确实有跳空上去 各位说问题 看到没有 在这一根的地方 我们进入时代 再大一点来 我们对这里看 好 各位看到没有 问题是有没有 今天就是开盘以后 再往回杀的过程当中 各位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跌破了这个九二八一 所以后面的盘 虽然说 网上跟你再谈了一下 可是跟你讲 尤其对不对 你看这些地方 后面 从这一根开始 从这一根开始 各位看到没有 后面连续两三根的黑棒 各位 都没有再站回到 那个九二八一的上面去 而且这两根 上一间的高点 就几乎都是 差不多点到九二八一 就开始往下收 所以各位 看懂了 所以各位 今天要再讲 各位 为什么今天这盘奇怪了 不像昨天 昨天开盘 不是跳空上去 就拉了一波上去吗 那为什么今天开盘以后 为什么不上去 各位 因为今天在这个地方 又跌回了 那个九二八一之下 昨天这盘 为什么一路拉上去 因为昨天是开盘 对不对 跳空有站上九二三零吗 哎呀我跟各位讲啊 各位啊 东西好啊 真的是随便让你看 对不对 昨天那盘跳空上去 一跳空直接站稳九二三零 这个九二三零呢 之后后面有没有跌破九二三零 都没有跌破嘛 而且大后再做多 就一路给你往上拉 但重点是昨天为什么最高点九二八五 因为那个压力对不对 昨天就停留在九二八一啊 而且各位 这个数字九二八一 你是昨天有看到的哦 今天对不对 再印证一次吧 为什么今天这盘奇怪了 后面就上不去了 对 就是因为那个九二八一 就是那个九二八一 在这个地方被跌破掉 所以各位 后面谈一谈对不对 再怎么谈 后来顶多就给你谈到九二八一 收上影线 就开始往下杀 所以各位 看懂了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今天看这盘 好像九二八一 那个地方奇怪 怎么跌不下来 就是这里啊 给我们谈就是这一块 就这里啊 对不对 所以跟你 好像跌不下去 还谈一下 各位 不好意思 在这一波的杀的过程当中 已经把九二八一 那个支撑线 已经给你跌破掉 所以这边给你重量谈一下 后面为什么一直跟你往下杀 各位看到没有 九二八一了 难吗 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 但是问题是 如果到了今天 你还不看维国欠的预判指标 那各位 我说每一天你就瞎猜 对不对 各位 你做当冲也好 你做破断也好 我说各位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各位 在股市当赢家 有个东西一定要知道 什么东西 转折点 对不对 什么地方有突破压力线 往上走 什么地方有跌破支撑线 要往下杀 各位 那个转折点在什么地方 就像今天的关键 你是在九二八一那个位置上 但问题是 如果你到今天 你还不看维国欠预判指标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奇观这个地方 为什么杀回九二八一之后 谈一谈 为什么又下去 你现在懂了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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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本来跳空上去 好像看起来 要准备往上攻 昨天有没有 这九二三零吗 但今天 不好意思 给你倒丢回去 一丢回去 九二八一站不稳了 宝宝宝给你 还是往下杀 而且各位 昨天 对不对 跳空上去以后 一开直接过了九二三零 站得稳稳的 对不对 我们上一一起看 而且各位 看到没有 除了昨天 因为跳空上去 突破压力线 站稳九二三零 各位 重点是 昨天大户 就是从开盘 是一路做多吗 然后就不要再远了 我们稍微近 免得有些人 可能有老花 有近视 对 能看得到就好 看到没有 因为昨天 对不对 因为大户开盘 是一路就开始做多吗 所以昨天 突破压力线 压力线 九二三零 变成叫做支撑 而且大户是 一直在做多 一直拉到九二八 拉到九二八五去 顶到那个压力线 后来就变成 昨天的高点吗 问题是各位 你看今天有没有 今天算是跳空往上开 为什么后面跟你往下杀 刚讲过 第一个对不对 因为这边一下去 重新又跌回九二八一之下 而且关键就是 今天大户 好的 我们就可以稍微拉远一点 我们要看到整天了 各位 问题是 各位你看今天跟昨天 大户都跟着指标 完全测出来 不一样的状况 昨天也是跳空 但是大户是从开盘 是一路做多 就长给你看 今天也是跳空 但是不好意思 你看到 哎呀 原来今天大户在做空 而且力道也不差 所以抱抱抱抱抱 一直跟你往下杀 各位看到没有 为什么某一天的盘会涨 为什么某一天的盘会跌 可是同样奇怪 前天晚上美股涨 昨天又涨 昨天美股也是涨 为什么今天开口给你走地 昨天对不对 昨天收了盘 你看哎呀 昨天外资买超七千多口 昨天盘都就撤出来了 等到今天 我想问你 今天收盘你看到了什么数字 哎呦 今天外资就卖超五千多口 各位 你收了盘才知道 今天外资在做空 有个什么用 我又现在大户都跟着指标 今天开盘从盘中开始 没分别是即时计算 你看到说 今天盘 跟昨天刚好倒过来 杀给你看 九二八一跌破了 大户在做空 我请问你 所以开盘你还敢去做多单 有没有够简单 全市上没有比 这个指标更简单的 这种操作方式了吧 透过大户 我讲各位 透过大户力道 对不对 每一天那个盘 你该往多的方向做 或是往空的方向做 各位你看一目了然 知道对不对 每一天 到底低点高点在什么地方 不做事一样吗 各位还没说完 今天这个盘 除了开盘 因为破了九二八一 所以后面的盘 就给你一路往下杀之外 那个问题是 当今这个盘 再往下杀的时候 你晓不晓得 这个低点要杀到哪里去 你晓得要杀到哪里去 你也不知道 今天最低点多少 九二四八 那你问你 为什么今天最低点九二四八 很多人也听得摇头 谁知道为什么九二四八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预判 总的算出来 今天的低档在九二五零 来你继续看吧 我们一样看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了吗 今天开盘以后 根本从开盘开始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 各位 这个数字 叫做九二五零 从今天开盘的时候 看到没有 那个整个的支撑线 就一直停留在 九二五零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盘 拉回来 最低点多少 九二四八 问题是各位 九二四八你知道也没有用 关键是你要知道九二五零 比九二四八更重要 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尾盘 奇怪为什么拉上去 各位 因为已经回到九二五零 这个地方了 每一天所有的高点低点 抓得清清楚楚 各位 你不要说别的 你看 今天对不对 什么时候才回到九二五零 我在10点20分 提醒会员 今天往下看哪里 看九二五零 结果各位 你知道这个九二五零 今天什么时候才来 到了快一点钟的时候 已经到了12点50几分的时候 回到九二五 九二四八去 因为我已经提早两个钟 在同志会 你今天下等要看这个地方 也就是各位 如果今天 对开盘有去做空的话 哪里补空弹 九二五零 这补的真是超级漂亮 那各位 每一天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我说区间盘又怎样 现在大家都说 哎呀区间盘好难做 我说各位 我再讲一次 没有叫做哪一天的盘 叫做好做 叫做难做 只有你有没有这么好的方法 第一个对不对 区间盘 你更需要知道 每一天的高低点 不是吗 区间盘 你更要知道 今天大后到底是往多做 还是往空做 你做多的胜算大 还是做空的胜算大 不是吗 不过就这两样 就这两样事情 决定你每一天 你赚不赚得到钱 公白了 讲白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好 到不来上一期看 所以各位 今天这盘难吗 超级容易 开盘以后 对不对 大后再做空 跌破那九二八一 就回给你看 好各位 除了这个图之外 来 那我们看箭头好了 今天当中箭头 九二八三开始翻空 为什么九二八三翻空 就在这个地方 在跌破九二八一的时候 当箭头九二八三开始翻空 箭头翻空 到底在做哪一边 做空 小萌尼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你该怎么做 空啊 对啊各位 原来开盘 那个地方 晃一晃 不是给你做多用 是给你做空用的 九二八三 你回到九二八一之下 到底在做空 今天就一笔空单下去 对不对 各位 晃晃也是三十多点的 三十多点的 好了 下雨之后 看到没有各位 刚才讲的 支撑在九二五零 建造在九二五一 从今开始翻多 大户当时没做多 但我说各位 对我说 凡是建造跟大户 不同向的话 可是这个位置 因为是贴近在支撑线 做可以 只要后面没有跌破 支撑线的话 会弹上去 那各位对 尾巴小姐 又给你弹了十点点上去 各位今天对 我说好各位 就算我们 你跟大户不同向 你多单不做 我们就一通空单 各位已经超过三十点以上 今天这样做 有没有够轻松 有没有够简单 有吧 箭头跟大户 往哪个方向 各位 你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 你今天开办 你跑去做多 你在九二七 九二八 你跑去做多的话 各位你看到这样子 你心里难不难过 原来今天 对该往空的方向操作 各位今天你做对跟做错 各位你今天做错 不是只有赔三十点五十点 各位对与错 今天一来一回 是超过六十点以上 你懂我的意思吧 那昨天 昨天 对不对 一开办以后 大户直接在做多不是吗 昨天一过不是过九二三零吗 所以开办九二三零也翻多 昨天 昨天情况变成是 开办 是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看 是往多的方向 两者同向 对不对 各位 两者同向 你就试驾赶快敲 上去以后 涨了四十多点 到九二七零翻个空 大户没做空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个保守型的话 你空单不做都没关系 一趟多单也够了了 那一波已经涨了四十点以上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个积极型的话 好了 对不对 反正压力线在九二八一 那你九二七零翻空 如果你喜欢来回操作的话 空可以 一样 后面只要 对不对 只说没有过九二八一的话 你就抱着空单也无妨 所以另外 你是比较稳健型的话 箭头跟他会同一下 你就只做一笔 对不对 今天也是一样 就大户在做空 你空单就做一笔就好了 去天盘又怎样 去天盘怎样 难做吗 我再讲各位 方法而已 而且我讲各位 你不要说什么 一天四五十点 各位 现在这种盘 你一天 对不对 你赚个二十点三十点 各位 一个月二十个交易日吧 就算平均一天 平均一天 你三十点好了 各位 一个月是六百点 各位 你不要看盘在区间 你把每一天 当初你顾好它 各位 拉长起来 每个月是一个六百点的波段 有难吗 每天出手一次 两次就好了 我希望你今天有赚到 我也希望你今天开盘 你不要跑去做多 各位 今天 对不对 开盘的时候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就空他一笔 如果你多空都要做的话 对不对 你做多 对不对 后面刚讲 只要无力没跌破的话 你就多也无防 昨天那开盘 箭头翻桌 大户做 六十两者同向 你就先桌币 多单上去也可以吗 如果你 你喜欢来回操作 也可以 做过鬼 盘不是什么叫做 区间盘 叫做好做难做 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每一天 透过大户律道 你知道今天盘 你该往哪个方向做 你往哪个方向做 同对不对 箭头跟大户 两者同一 两个不同的指标 等于确认再确认 确认再确认 那不是更清楚吗 各位 成功的 各位 成功的人为成功找方法 这句话你听得很百次了 那你自己要做 你自己要做成功的人 三不转路转 大盘很盘 但现在大盘在区间又怎样 我就讲各位 你区间 你每天的当中 你顾得好的话 对不对 你每天 二三四点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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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坦 一个月就是六百点 那都是大破断不是吗 好了 那各位 除了对不对 说真的 如果说假如现在这个盘 尤其各位 不要说做期货 尤其你做股票的投资人 现在叫做更难做 对不对 股票现在大家看到都觉得 运头转向 但是我说各位 好了 其实在节目上 很久就跟你讲 各位 从今年七八月以后 对不对 因为台股一直在走 那个大区间 我讲各位 三不转路转 如果你觉得台股 真的不好做的话 我说各位 在台股里面 也不用去对不对 一千六百只股票 到底今天要涨哪一只 不用 各位你去做ETF 对不对 我跟我讲 现在各位 尤其你做股票的投资人 期货也是一样 各位 如果到现在 你还不懂得ETF 这个投资标题的话 你实在是很落伍 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真的台股 你不要看一天六百多 一成就要量 现在ETF 哼不当当当一天 就一两百亿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而且ETF 就是做指数而已 做大盘而已 你不用再去挑个股了 我跟你跟我讲 你说真的 这一波台股 从7月到现在好了 很多人都是看 赚指数赔价差不是吗 好那各位 那你出到ETF 那微博信 对不对 2017年版的全球投资价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各位 我已经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2017年快来了 那各位 我在那个里面 对不对 透过ETF 我把台湾 台股的50振2 陆股 日股 美股 对不对 我把它全部 重新计算 什么叫做 就是把它加上 有买卖讯号 找我来看 对 加上这个买卖讯号 对不对 你操作起来 变得更方便 除了这四个股 另外包含到黄金石油 各位 等于七个投资标的 在这个地方 好那各位 你说我们 以台股来讲好了 你说这一波 对不对 那各位 这到今天 这到今天 这一波 就是当时从英国脱欧之后 不是大跌一波 后来 从今年 那个六月份开始 一直到今天为止 你用ETF做 ETF 对不对 正二 在城上 你去做融资的话 将近是五倍杠杆 那个报酬率 是非常非常的高 对不对 各位 就是这样波段 波段 就这样做 你不要去挑个股了 那各位 当时从17块多 各位 涨到26块 各位 你做融资的话 五倍杠杆的话 那是超过一倍 一倍以上的报酬率 各位你看 最近对不对 所以到了今天为止 最近这个盘 从川普当时以后 不是跌了以后 不是肯定反弹 各位反弹上 对不对 刚刚好到了今天 来到那个压力线 这个盘后面过不过去 就是关键所在 各位你看 做这个ETF 对不对 ETF因为 因为ETF它就是股票性质 你做融资 就跟你买股票一模一样 你也不用说对不对 说不敢对不对 不敢去报隔夜 那就是股票而已 而且各位 不单对不对 我除了把自己的股市 给你算买卖点之外 各位我甚至有没有 譬如说我们以台湾 五十三来讲 各位我连同台币的 各位连 打不了我们看这两块 各位连同台币 哪里是台币有没有 做多做空的位置 我都把它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各位 这已经拉长了 快一年多的时间 最近这一波市场 从这里上去 所以各位对 一样哪里是你 波段买进卖出的位置 甚至各位对不对 看台湾五十 我就把台币 各位台币对不对 哪里是它 转折做多做空的位置 我都给你算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在做 你有在做外汇的话 各位我相信这个东西 看下面来 尤其这位 各位这是台币 我已经给你拉长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最近台币开始 微微开始再往下扁 因为这从31块63出现卖讯之后 慢慢再往下扁 这一波涨了两波之后 从33块 弹了两次 慢慢开始再往下回 那好的 那你说路股 也是一样 那各位这是路股 我们就看这个 一样最近这几个月时间 出现两波的买讯 从10块6毛6 先涨到12块多 出现卖讯修正以后 12块0 到前天 前天 13块6毛2出现卖讯 这两天路股就涨不上去了 那各位那你用这个东西来做 不是也轻轻松松吗 一样啊 路股对不对 我把人民币的汇率 哪里是 转折的关键 我通通把你算得轻轻 我们就看下面就好 这是人民币汇率 哪里该买该卖 也给你算得轻轻足处 都是这个样子 对日股跟日币 那各位日股对不对 这一波从14块7毛1 出现转折一直涨 为什么最近日股一直涨 因为日币一直跌 好了 所以各位反正对不对 一切都把你准备的好好的 剩下来对不对 就是你啊 什么时候跨出这一步出来吧 而且对不对 这个礼拜对不对 你也知道 好消息 好事 那ETF对不对 到底该怎么操作 还有什么细节想知道的 各位这个周末 礼拜六早上10点钟 在台中 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高雄 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台北 各位 美国新的投资有约 各位在这里对不对 除了大盘指数 每一天的高低点怎么去算 怎么操作之外 各位对不对 ETF 该怎么样买卖的细节 我通通会在这里面 因为时间比较长 我可以很清楚地教你 怎么去做ETF 好了 各位把握这个好机会吧 OK 那另外明天大盘该怎么看 下集会再说吧 好 我们谢谢老师的分析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投资消息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没错 人性 舒适 环保 HCG 将和世界成为一家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专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诚信专专专专专专专业 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到《大神仙记》 明天的盘事分析 我们交给魏国庆老师 好 在明天盘事之前的话 可以再提醒一次 ETF 我现在你也许听过了 但重点是各位 尤其各位 不论你做期货 尤其各位 做股票的投资人 当今年 今年年底了 今年一整年以来 你觉得股票好做吗 其实不要说今年 其实都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股票难做 我讲过吗 1600只股票 每一家股票 都有它的基本面 技术面 外资面 筹码面 法人面 消息面 我请问你 有哪个你搞得懂 重点是各位 如果你个股搞不懂 对不对 那你做大盘指数 不是简单的很多吗 尤其给我做两个 ETF 对不对 ETF 而且透过微博信 2017年全的投资家 因为我把陆股 日股 美股 都加进去 把黄金石油 都加进去 最贵 你跟着这个做的话 可以 你可以摆脱 单一市场的限制 台股 对不对 已经盘了五六个月了 你不一定要 在台股里面 给你凹 你去做别的吗 对不对 美金代股的风险 不出过就能 投资全世界吗 好了 最贵 反正一句话 在这个周末 对不对 微博信 我跟同事有约 在这个里面 我就跟你谈 教你怎么去做ETF 好 礼拜六早上台中 下午高雄 礼拜天台北 而且各位 除了会场 对 随意要的话 赶快来预约 另外各位 明天大方的高低点 是在什么地方 你想预知的话 也一样 请你赶快立刻来电 询问 OK 要把握这个好机会 把握这个 好机会的时间 好 OK 请你一通电话来预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